欢迎收看小强说足球 国安队 积12分高居榜首 领先第二名 首尔队6分 此一对手墨尔本胜利队 积3分排名第三位 青莱联队 积0分 排名垫底 赛前两队站在中圈举行墨阿仪式 悼念去世的前足坛巨星马拉多纳 比赛刚刚开始 第九分钟 奥古斯托侧动进攻 王刚禁区内传中 比埃拉推射 破门成功 国安1-0领先 第35分钟 国安再下一场 比埃拉送主攻 张玉宁在防守球员的紧逼之下 停球 射门一套连贯动作 球直入死角 国安2-0领先 下半场比赛 一边再战 第65分钟 比埃拉禁区内长转 张希哲轻轻回敲 奥古斯托一脚推射 球击中了横梁 颇为可惜 全场比赛结束 北京国安获得一场胜利 以四连胜的战绩 昂首挺进亚冠16强 本场比赛张玉宁 表现非常出色 拉入的那一粒进球 非常精彩 从接球到停球 再到抽射 一起呵成 最后的霸气抽射 并没有用多大力 而是巧射见攻 进球之后 张玉宁喜笑颜开 和队友们相拥在一起 疯狂庆祝 国安主帅热内西奥 也非常兴奋 平平向弟子竖起大拇指点赞 赛后球迷们纷纷表示 张玉宁如今越来越强了 当年参加国家队比赛时人球分过 然后一脚世界波 至今还记得 张玉宁绝对是未来的国足风险核心 国安队获胜后 提前二轮 从小组出现 平了队 使亚冠最佳战绩 国安队也成为第一支出现的中超球队 这在亚冠开幕前 外界是如何 也不会想到的 接下来国安队还将进行两场亚冠小组赛 分别对阵首尔队和青莱联队 国安只要站平首尔队 便可确保小组第一出现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